22.上帝的杰作,自然之美 在学文学概论时,老师教导我们说,我们周围处处是美,之所以我们看不到,那是因为我们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1986年,我和九泉教育学院的同班同学们抽空去金塔县,鸳鸯池水库游玩 我们在九泉市至金塔县的公路边下了车,你们猜猜,我们首先感受到了什么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融入了大自然的心旷神怡的美 因为下车后,首先映入演员的是前方浩瀚无际的戈壁汉 那种空旷,那种神奇,那种遥远,那种浩渺,使我们久居城市的人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同学们都情不自禁,一口同顺地喊出,哇,太美了 谁能说戈壁沙漠不美 在北京最外贸易大学学期间,有机会登上八达岭 看到尾夷的长城,在绵延起伏的群山顶上如巨龙飞行 感受到了一种豪迈,奔放,飞翔之美 在张家口地质技校上学期间,星期天我和同学们经常去爬山 站在山顶上,俯瞰吹烟渺渺的赛比原野,美丽如快的自然风光 令人有一种静谧,悠然,气敏,诚贤之美 在兰州教育学院上学期间,一有机会我就到黄河边上静坐 因为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我对黄河有一种特别的至爱 看着波涛起伏的大河,欢迎流淌 把人的思绪带上远方,给人一种心潮澎湾,无限向往的美感 在安格拉首都罗安达的一个小小半岛上 在陌生底特的费拉港,在坦桑尼亚首都达莱斯萨拉姆海边 在中国海南岛的天涯海角,在南非开普敦的豪旺角 每到一地,海天一色的蔚蓝色大海,给我一种神秘,如幻,永恒无限的美感 在赞比亚和金巴布韦之间的赞比西河上 有一个举世文明的瀑布,维多利亚大瀑布 我曾经在此开着中国解放牌六吨卡车,从河里拉水 每次接近它,都被它那冲天的豪气折服 那种一切千里,排山倒海,雷鸣般呼啸 角龙是飞腾的气势,加上无数彩虹镶嵌其间 给人一种梦幻似的无所畏惧,尽情挥傻的美感 阿拉雷是个花园般的城市,金巴布韦是个绿色的国家 这儿一年四季苗语花香,青葱翠绿 几年来,我常养于青山绿水之中 沐浴在蓝天白云之下,深深地感受到了树木花草之美 大草原我没有去过 但中学时,老师教给我们的一种舞蹈始终仍要心怀 这个舞蹈是赞美,为蒙古古伦贝尔大草原的 骑着骏马,赶着羊群,蓝天上朵朵白云在满游 一处处小鲜花镶嵌在一望无际的绿绿色的大地上 令人心旷神怡,一句爱恋 想象中的大草原是那么的美,令人梦云魂千 戈壁沙漠是美的,群山园也是美的 大河海洋是美的,小溪瀑布是美的 蓝天白云是美的,花草树木是美的 想象中的大草原也是美的 满天星光,早侠晚侠,翱翔的雄鹰 翩翩起舞的蝴蝶,挂满枝头的葡萄 令人随眼欲滴的瓜果,玲珑剔透的宝石 金银闪亮的露珠,花生,蟲鸣,鸟叫,马丝 甚至海市蜃楼,大自然处处显示着奇异的绝美 大自然美,人更美 我没见过碧月羞花,沉鱼落雁 也不曾仔细端详过某一个人 但从英特网上欣赏过蓝影技术的西方美女 尤其是裸体美女 我深受过佛教,基督教,主教的熏陶 但那些美女是如此美丽 每次看了我的道德房间,全线崩溃 美的诱惑力如此之大 令人神魂飘荡,激动不已 我有时想象着这些美女 一个个都是聊斋之意中的化皮 她们会吸我的骨髓,喝我的血 抽我的筋,剥我的皮 我也知道十八家人体四苏 腰间佩剑占鱼肤 虽然不见人头落 按理教君骨髓枯的道理 但是,我的本性对于欠美的事物 有一种奇特的感受 对美是流连忘返 恨不得融化其中 难道我们要故意对美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如果美女能把我们导向堕落 那么,大自然的美又如何呢 她们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耶稣,释迦牧女的尊尊教导 在耳边回响 美在令人难以自持的妖力勾引着我 使我陷入了深圣的矛盾 痛苦和绝望之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思索,我忏悔 我恨自己,我可怜自己 我到底应该到哪儿去 我不能不寻找上帝 让上帝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万物之美是谁添加上去的 如果人仅仅为了生存活着 一个狗窝,一盆猪食足矣 为什么要给万物以美的滋容 我终于得到了答案 万物之美是上帝添加上去的 是上帝要我们享受生活之美 既然宇宙之尊 上帝给了我们美 那么,我们何苦要逆上帝的旨意而行 视美女为洪水猛兽呢 那么,基督耶稣错了吗 罗斯加穆尼错了吗 没有,根本没错 蜂蜜是香甜的 但若我们陷入香甜中不能自拔 我们会把自己的性命和美好的前程多搭进去 会得不偿失 神佛的苦心教诲 我们不能不听 但是,既然一切的美都是上帝添加上去的 我们具有权利享受美 一切的美都应该是共有的 不是私有的 人都有贪婪独霸之心 当自己无法拥有时 会百般评讳美 还要想尽办法阻止他人去享受美 天下所有的美女美男 我赞美你们 通过你们,我赞美上帝 上了英特网的美女们 去天堂和极乐世界的路被封死了 那么,我就带你们去七年界 你们把自己的美展现给了世界 奉献给了大众 你们不是洪水猛兽 不是妖精 但要记住 你们的美是上帝给的 要永远记住上帝的恩德 要永远感激上帝 要永远爱戴上帝 当然,你以自己的美貌 去干邪恶的勾当 那就另当别论了 美是上帝的杰作 美的存在 就是上帝存在的最佳依据